大家好 我是张婷 今年十九岁 来自山西 今天是你的心愿是吧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带父母去看海 为什么偏偏去看海呢 因为四年前 我得了不死的癌症 尿毒症 但是当时其实父母 我的妈妈她也有冠心病 需要做大桥手术 我爸爸她也有前列腺疾病 也得做手术 但是他们当时都没有去想自己 都是花钱来给我治病 我们家里负债累累 都是为了给我治病 我今天才能健健康康地站在这里 今天父母也来到了现场 来 我们掌声有请她的爸爸妈妈 来 你们好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张婷的父亲 我叫张杰仁 我是三十人 今年六十九岁 六十一 来 我是张婷的母亲 我叫周玉英 我今年五十九岁 五十九岁 来自三西 三西 当初是怎么发现她这个尿毒症 当时这个张婷参加中考的时候 发现孩子眼睛 她的脸 她的脚都肿了 来到医院以后了 先给孩子测试她的血压 她的低压是150 她的高压已经达到220 当时我的精神我就崩溃了 我就知道这个血压这么高 化院以后 这个咱们普通人这个肌肝 在100以下 她的这个肌肝呢 已经达到1400以上 大夫就通知我说 你的孩子是尿毒症 突然之间患了尿毒症 而且尿毒症这个病 第一很折磨人 第二需要钱 这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 是一种毁灭性的打击 大夫就提出说是 孩子要进重症 血压是降不下来 发高烧也降不下来 病为通知书 下来四五回 大夫就跟我说 准备后事吧 我就想了 我说是别人的孩子 带给她的父母 是毕业证 录取通知书 我的孩子 带给我的是 病为通知书 给她治疗这个病呢 我坚决不放弃 昏迷了好长时间以后 她表现得特别坚强 她知道我们家里面 经济上的这个问题 重症这个资金方面的这个问题 然后她就拔掉针头 拒绝治疗 就说我要出去治疗 就是这样子的 那要赶紧配型换肾 这个时候还谈不上这个换肾 因为她的血压降不下来 完了她的高烧退不下来 就换肾也没用 还够不上换肾的条件 她当时就是这个情况 我说我就负债累累 把房子贷款 贷款拿回来的自己 说是就张庭吧 孩子基本上稳定了吧 一个星期 要就是透析三次 大夫说是最终孩子要换肾 他一说这个换肾呢 然后我就懵了 然后我一想 我这个孩子是我们捡来的 要是配型的话呢 不是亲生 不是亲生的 那肯定是 十万分之一 对 完了后来 然后我和我爱人就商量 我说是 要不咱们四言四言 我姑娘 我还有个长她 十五岁的一个姑娘 十五岁 因为这个还是减下的 我们就去配型去了 配型以后 真是天意 我爱人 真是就配型成功了 她跟她配型成功了 十万分之一配上了 十万分之一 说明真有缘分 有一颗圣子 就在她身上 那真是天生的缘 当年是怎么收养她 我们两个呢 为了补贴家里面 问亲戚朋友 借了五万块钱 买了个出租车 白天上班 晚上呢 跑出租车 为了补贴家里面 我记得一清二十五 1999年 元月六号 这个晚上 上了两个顾客 就是拿着三个包裹 上来 到了目的地以后 就告诉我爱人说 我一会儿 我们还要走 上面还有个包裹 等了半天也不出来 后来后面就觉得 有了动静了 我爱人回头一看 里头有一个纸条 孩子出生三天 好心人请收养 我爱人一看这个情况下 拉上这个孩子以后 就回到家里了 这真是缘分 而且其实他得这个尿毒症的时候 你们年纪已经很大 家里面经济还非常困难 花了不少钱 是 花了多少钱 花了七八十万 七八十万 这都是借的吗 都是借的 就一个收养的孩子 为他既付出了全家之力 借了钱 而且还付出了自己的一个圣 而且居然还配行成功 你说这真是 你说他是巧合吗 我倒觉得还真不一定是个巧合 我觉得这是老天安排的吧